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对联操作才有帮助 上个礼拜四指数大涨135点 已经来到11875了吗 你看到我怎么分析这个盘后事 平台突破四围起涨 四围起涨11875了 我说这个盘才刚开始要发动了 我会不会说对 我会不会说对 整个行情的脉络 就在横向整理过程当中 在洗盘嘛 在养空嘛 接下来呢 礼拜四开始嘎空嘛 这明白的一个盘式的架构嘛 所以上礼拜四来到1875 平台区被突破了起涨 接下来我们继续大涨 上礼拜五又大涨了 91点嘛 来到1990了 我说行情欲小不易 为什么 量滚量嘛 攻击量已经出来了嘛 这行情任何的压回盘中压回 就要积极来做多 好好的来布局啊 所以整个行情大还是小 大还是小 今天又大涨了157点 拉出中长红 12097了 你还在想12682哦 这问题是问题吗 12682是台股的历史新高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 之前历史新高都被突破了 你还在说12682会不会过哦 给你的策略也没有改变 行情欲小不易 百年难得一见的大行情积极低接 盘中有压回不要怕 你越怕你就没得到定了 就跟上跪指数也是一样啊 这根长一打下来 你是不是又担心 上跪指数中小型个股要崩盘 结果这两天 红鸡棒耶 把它吃掉耶 抢不抢 钱老师对于盘氏的分析 就希望给你一个 正确的方向跟策略 希望你好把握住 百年难得一见的大行情 好不好 功逢其胜 在钱老师还没有退休以前 相信我们给你标的 太精彩了 大波段的行情 是怎么一档一档 帮你创造下去的 千亿金光 我选择八档 毕竟赚了120块钱了 其实我没有说看坏郁金光的后市 只是涨那么多了 挺立的之间我准备买下一档了 成功的经验 自己好好来复制 光是今天肚定郁金光 下半年到今天 总共的获利超过400块钱 我都有拿出证据 不想你还记不记得而已 最近一趟的郁金光的操作 10月29号447卖 对当时候 在城门附近卖掉 如果不卖 打到400附近你怎么卖 就是因为高点有卖 支撑性的买点来了 做接回的动作 再是01 这时间价位都给你对过了 保证定成交 高点有卖低点变便宜了 支撑就是支撑 11月21号低点就从此没有被跌破 这一天 这个低点就从此没有被跌破 这要抓转折 多多行情回档看支撑 支撑的买点到了 我带你买401 401买完之后 406再低接 当天的郁金光 说凡是405 我用公开我再度 上车的一个价位在406 不晓得没有 有没有把握住 这一波的大行情 你现在看到郁金光是 冲得很快 但这个位置 他还没动 谁有那个实力 告诉你 郁金光401 406是可以买的 谁有那个实力 行情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大家都会讲 你有没有准备好 金老师有没有准备好 不然是美国盘 台湾盘 个股轮动轮 涨力结构 我们抓得很精准 这种波段式的操作 要有高手陪你 否则你有怎么贪那么多吗 郁金光这一趟赚了121块钱 你赚了几块钱 401 406 接下来415 420 一步一脚印的 帮会人创造利润出来 来到440 方向做错 绩效差了两倍 我希望在多头行情 你的股票不要因为做空而被断头 那就非常的伤心跟难过 大多头行情顺势而为 顺势而为做多 郁金光120块钱 逆势反向做空 郁金光你赔了120块钱 一来一往差240块钱 而且你的空单 如果没有补钱 是被断头的 一毛钱都拿不回来 因为做龙卷要缴保证金 九成 九成保证金 被载 龙卷的保证成数降低 你就要补钱 不补钱就断头 这做空很糟糕的一点 那做多呢 做多有时候股票 比如说这边震荡一下 没有跌破这个支撑 你都可以续报 续报之后 只要选对标的 就容易往上冲 没有什么断头的危机 所以方向做错 绩效差了两倍 12月10号来到454 12月11号来到47 4.5的 筹码很稳 越涨 散户是越卖 上礼拜是来到483了 那不是82块吗 融资又在减 上礼拜我来到497了 那不是96块吗 融资继续下降 来到昨天礼拜522 已经创造了121块钱的利润了 这你看到我们 从低档区401接回的预金光 所带给你破断式操作 没跟你努力 有跟你照顾吗 亲爱观众 我有跟你照顾吗 只是说 这个往上转折的一个 突破性的一个架构 你有没有办法掌握住 筹码面的一个动向 如果在低档区域预金光 411 422刚开始往上发动 我在盘中告诉你 续报加码 你会卖吗 你会卖吗 你如果看到外资的动向 是在买预金光的 你就不会跟外资对坐 你就会顺势的加码 让你一个获利乘数 达到一定的绩效出来 所以整个预金光的一个架构 今天选择停利在520 9点16分 当价格在521 你去对对价 大概可以卖在521 跟522附近 如果卖在521 401到521是120块钱 一波段的操作 一张120块 一张是12万 五张60万 你买个十张120万 对 大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多头行情 才有机会创造这么漂亮的绩效出来 所以这行情跟你讲的恩变了 百年难得一见 不是只有台股 美国股市是老大哥 国际股市的领头羊 他都领先全球股市 创下历史新高 我一直在跟你讲讲 不是今年度的高点 是创下历史新高 所以台股12682 会是压力会是高点吗 你认为川普要总统大选 他的政治版图 不算政治版图 生意的版图 不动产金融业都在股市 你认为 他会让美国股市 萧条吗 现在的行情 就是一直往上冲新高 包括费办 我上礼拜跟你分享过 费办一样 这个平台区一样刚突破 所以突破的一个费办 一样一发不可收拾 欲小不易 整个欲金光 今天要卖的一个原因 当然是他刚好过了 今年度四月份的高点了 刚好过了 过了之后 短线上我认为会震荡 震荡不是抗坏欲金光 他有压为我会做介入 所以不要因为 秦老师卖掉欲金光 你说那来空一下 你会想做空 下一次的低档 你就不会做多 不要逆次操作 逆次操作对你干扰非常的严重 顺势操作 一档股票 创造120块钱利润 买个商120万 我的费费有那么高吗 我尊龙的费费有那么高吗 我特别费费有那么高吗 一支股票都贪回来 其他都是多的嘛 所以欲金光的架构 收盘是519也没什么底 所以整个欲金光的架构 这一波段是01到51 120块钱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加上今年度的前几次的操作 312 累计的报酬率432 如果每一趟你多做10张的话 已经创造432万的利润 赚跟赔 那欲金光呢 功无不克 战无不散 几乎是零失误 这是你可以看到的 一件真实的绩效 你自己来回顾一下 当时候7月9号 442有卖嘛 两波段的操作 已经156块钱了嘛 442卖掉 411接回 8月6号 8月6号就是你最恐慌的那一天 来到10180 中美贸易的纷争 让指数来到这个位置 8月6号 所以呢 我说当天送粉 送分体送钱啊 很多股票你跟我低接的都大赚 包括欲金光8月6号 11接回嘛 因为高点有卖啊 11接回之后 454卖 这样就多了38块钱 高点454卖掉 384接回嘛 因为13天转折 429卖 这一趟卖的比较不漂亮 赚45块钱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429卖掉的一个位置 打到420接回 冲上去493卖 所以你所看到的 前面三笔的累积绩效 加上这一笔 420到49卖73嘛 4笔单 312块钱啊 这之前四趟的操作 那这一趟的操作 是不是又多了120 312加120嘛 432啊 10张43万 买一张也不错啊 如果你每次都跟我操作 一张欲金光的 也有43万的利润啊 所以谁说高价股不能操作 很多人看到高价股 手会刷你知道吗 为什么 高价股 万一跌怎么办 跌 跌你高点卖 跌下来 等着减便宜啊 所以不要有那种错误的迷思啊 你买那种鸡蛋水胶股 对买那种一两块的 两三块钱 就不会跌吗 为什么欣老师不喜欢 碰鸡蛋水胶股 一档股票 如果会跌破 票面十块钱的面值 代表公司的财务体质有问题 代表它的基本面是有余力的 不然怎么可能跌破十块钱 那为什么高价股 之所以为高价股 基本面得到市场上认同啊 今天欲金光 有没有基本面一定多消息 建议度要挑战两个股本 欣老师选择的股票 平值的保证啊 所以呢 将你那些鸡蛋水胶股 或是不会动的低价股 浓缩嘛 集中在一档 最重要的全职个股 高价股欲金光身上 你早就反败为胜了 这行情 有没有机会反败为胜 绝对有啊 告诉你百年难得 一见的大行情 欲小不宜啊 敢称赞跟你说一说的 上礼拜是告诉你 平台区突破 四为起涨 起涨啊 是不是起涨 我会告诉你 高点到了吗 我要告诉你 忘之缺步吗 我要告诉你要保守 我要告诉你去放空啊 跟目前的趋势 讲法是对做的 不要听 甚至操作的赢家 摆在你眼前 你好好跟我一起 来并证作战 我们给你绩效 太精彩了 这个下半年 所创造出来一个美好绩效吗 把你的股票不会动的 换到一档会动的 他们要病鬼了吗 你之前输掉 能不能连本代理讨回来 也没有办法 绝对有办法 看你要不要付出行动啊 鸵鸟心态 对你的齿骨 置之不理的 你是没办法改变你的人生了 这行情 留给准备好的人 如果你准备好的 从今天开始 跟我一起来奔战 年底大作战行情 总统大选 四年才一致嘛 双作多的红包行情 我每天邀请你 赚红包的 跟上来 想要红包的 跟上来 这一档瓶盖股 叫康空 当时 跌啊 怕不怕 利空耶 11月19号又什么利空 康空 大陆海外职公司的股息 两亿没办法汇回到母公司 为什么 反送中的影响嘛 所以呢 要汇回的款项盈余 有点被拖延到嘛 那跟其他人没有关系吗 不是亏钱耶 是没把赚的钱稍微缓一缓 汇到母公司 汇到台湾而已嘛 所以跟基本面没有 关系的利空 多跌的嘛 多跌的当天要买啊 康空172以下我都买 包括11月29号 打下来第二只脚嘛 169附近在加码 这我都跟你分享过 我的一个操作嘛 我说会打第二只脚 结果呢 他是扩敌打第二只脚啊 扩敌打第二只脚也不错 因为底越扎实 接下来弹升的空间 就会越大嘛 是不是 所以整个康空的一个架构呢 今天呢 涨两块半啊 昨天174.5嘛 今天呢来到177嘛 也还不错啊 这第二只脚的一个支撑 只要守住 这样股票都可以续报啊 这是我的看法啊 另外这一档 红杰科 5G功力放大器的 今天出现13天转折的买点 很精彩啊 5G功力放大器的 我为什么看好 而且我认为是新5G的概念 我之前在操作红杰科 跟文帽 我们告诉你 5G的一个传输速度比较快 那你也知道嘛 学过物理的 速度速率跟波长成反比 那5G的一个速度比较快 速率比较快 波长比较短嘛 那因为波长比较短的情况之下 它要传送的一个力道 强度会比较弱 所以呢 5G的相关的一个 不管基地台 还相关设备 都需要用到5G的功力放大器啊 所以这个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跟4G比起来 大概会成长4倍到5倍之上 其实我的研究资料报告 成长幅度不止5倍啊 但是分析师在电视上 不能夸口 不能夸张 我只是把我所知的 产业的前瞻性 讲给你听 技术层面的买点 今天实际转折向上 当然是一个买进的时机啊 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未来大多多行情 你还不晓得如何操作 我希望你今天 赶快跟上来 谢谢再回到前面现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刻获得二十年操盘经验的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青装板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力气 艺术在手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专线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这样就好了 对啊 都给你帅就好了 其实啊 现在生活里越来越多使用行动支付平台 那会不会以后我们出门就不用带钱包了 当然啊 现在电子金融及行动支付虽然方便 但还是有它的风险存在了 是哦 像是造假的网址及APP 还有网路病毒啊 密码外泄啊 这些啊 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虑 所以使用行动支付 就像交朋友一样 要交心不能只看表面 欢迎来到节目的现场 华方店今年股价来到19.9了 将近20块钱了 也将近今年度7月份很高点了 秦老师 带你买在什么位置 嗯 我带你买在什么位置 买在你不敢买的一个时机啊 当做12月2号 大盘数 跌下来 来到相对低档支撑 要不要买 你敢不敢买 当天是黑街棒 当天不是红街棒 什么是反市场操作 当你们害怕同时 我已经做好准备动作了 我已经等在那边 风低沉接了 华方店12月2号 跟你分析 明天的一个低论 合约价有机会上涨 产业的分析 回档三天是买点 因为资深到了 我买在17.1 这时间价位都跟你对过了 这一天啊 你去回顾一下 等到华方店涨上来了 是不是很多的一个分析师 开始在那边摇旗呐喊了 谁是赢家 谁是领先市场 这不是秦才跟你说一说的 12月2号我就告诉你嘛 低论的合约价有机会上涨 结果呢 隔天12月3号 马上出现 低论的合约价只跌 清楚吧 我的分析不是空穴来风 产业的分析 技术形态的买点 跟你讲解的很清楚 接下来连三红的一个华方店 我都出现11万多张的新天亮 还有高点啊 这VCR给你印证了嘛 我说一定会过前高啊 记得吧 所以你看到华方店 有没有过前高 已经接近今年度7月能高点 那你今天又看到什么消息 今天12月17号礼拜二嘛 低论的合约价提前下至 直跌 苹果 如果你有看我节目啊 你有买华方店的 你随便卖 你都随便赚啊 我也可以告诉你 我已经卖掉了 我卖掉了啦 那大小的股票 秦老师 都会上当啊 那其他中小型的个股呢 你觉得难得倒我吗 华方店的股本将近400亿啊 大象会跳舞 要人指引他跳啦 不然有时候连动也不会动啊 你知道吗 今天的一个散热模组 表现有点差异性啊 很明显的 今天比较强的是操纵 那双红呢比较弱 资金有移转的现象 所以我今天卖掉双红留操纵 市场上资金就一套啊 一套资金 要怎么发挥到极大效果 我希望秦老师的每一趟动作 或是个股的持股的调整 你都可以好好的跟得很紧 持股要集中化啊 不是讲过吗 给你三档股票 不管你用多少资金来跟我合作 我就是给你三档股票 我一定会出掉 就了才会进心的 这一档双红 11月4号237卖嘛 高点卖 198连续三次告诉你可以买 对 11月21号198结尾了嘛 11月28号最低198买 11月28号告诉你第二次讲买点 12月2号最低是不是198还是买 连续三次的买点 当时候你最没有所谓的一个 上涨的空间的一个想象 怎么可以买呢 198198198来了三次 好像要破底破底破底 你抱得住吗 你可以接受这样一个煎熬吗 我问你 连续三次都在198啊 我哪一天告诉你要卖 还告诉你第二次讲买点呢 没有错吧 接下来冲高嘛 226卖嘛 没有错吧 高点卖 高点卖完之后上礼拜五啊 12345啊 我一档五天见到四天的黑鸡棒 我说止跌啦 止跌了可不可以做接回 如果你高点有卖 止跌讯号出来当然可以接回啊 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动作啊 226卖 上礼拜五 218接回嘛 那接回之后 你看到昨天礼拜是不是大账 精准高低点的转折 我没有一次 有落差 虽然中间有小赔两块钱 我已经讲过了 但是你所看到的大波段的操作 上去的我都有赚到 下跌的我都有避开嘛 不然是大跌还是小跌嘛 哪一趟不是讲在前面 让你印证在后面 所以整个双红呢 今天没办法再创高啊 11.07分告诉委员226卖 经过一分钟股价26.5 你去对价 26一定卖得掉 我今天选择卖双红 卖完之后收盘是21啊 当然是卖对的 太精彩了 同手无期 眼见为凭 你要如何掌握一档股票 波段式的转折 你如果每一档股票 可以像我操作郁金光 或是双红这样子 上去的那一段 该赚的都有赚到 下跌的这一段 该避开的风险你都避开 做股票 只有一个字 赢 赚 会赔 会输吗 不可能的事情 操纵散热模组的 昨天 形态突破 我说我现买现工涨停 当然有买啊 不然我来亲切讲讲的 昨天的操纵买了几块钱 昨天的操纵 特别会员来跟我对价一下 9点46分一个操纵 233附近买 当中股价在232.5 你去对价 我就买在233啦 买完之后呢亮灯啦 昨天呢 收盘237.5啊 我不会跟你吹嘘 我买在最低点218啊 现在投票 我如果要欺骗我的会员 呼嚷电视机的观众 我就这边画个圈圈 这边写个买 买最低218 哇赚好多喔 但是不可能 会员也在看我节目 也在跟我对时对价 所以整个操纵的架构 昨天就买在233 买完之后亮灯 今天操纵呢 盘中大涨9%以上 再创新高 233到今天259啊 一张赚二几块钱呢 整个操纵的架构 今天出现两万多张的新天亮了 一亮仙价型的概念 操纵 当然还有高点 所以未来 行情的架构 盘式的分析 已经讲得够清楚了 一小不一 大行情跟着大格局老师 一起来奋战 相信欣老师这边 给你一个利润 相当可观 如果要任何问题 需要我帮你解决的 不要客气 赶快打电话进来 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平均 并自负 投资风险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最终结构 分析师精准团式解析 虽算虽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不关系 自己安排在一起 成都顾蔡老师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公有二十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万点与空投 积极拜访公司 透视基本面 代理会员领先补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景动作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几小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蔡老师入会展现 0800 868 365 0800 868 365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刻获得二十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精装版